往裡面或往外面 都是學你下雨天 你就只能走裡面 但是如果你沒有下雨 想要走外面的話又有危機 基隆公車循環站對面 人行道上停滿機車 議長同志偉實際走一趟 發現電感 變形箱和機車 全都在人行道上 對於行人徒步來說很不友善 其實就是根本不能走 所以我們必須走在馬路上 那如果你是要辦理銀行業務 一定走裡面 我只是走在 我從斑馬線過來 我很有可能走在這裡 有沒有 你看我們當初設計人行道 就上面畫了停車格 然後把所有的電力電信的設施 放在人行道上面 所以這根本就不是人行道的空間 可以看得到 這個人行空間目前 有一些台電的設施 有機車停車格 還有一些中華電信的箱體在上面 那我們現在做這個人本環境的一個改善 務必要讓人行的環境能夠暢通 所以我們會跟相關單位再來做研議 是不是在車道的部分再做一點調整 那如果這個目前人行道的這個外圓 能夠往外擴 往外擴的話 我把這個靠旗樓這部分的 1米2到1米5的人行空間把它做出來 然後這些設施往外圓去靠 我想這個整個人行環境就會讓它好一點 不只人行道上停滿了機車 其樂也是高高低低 不僅老人家行走不便 對於輪影主來說 走起來很不順利 我們現在走一段走一段走一段 等一下到機車那邊卡住 我們就往馬路走 因為裡面可能 因為我們這是商圈嘛 所以有時候還會有一些攤位的擺設 那我覺得我們在人行空間上面 也造成這個民眾的觀感不佳啦 重點除了觀感以外 重點是安全 你走在馬路上其實說真的也很不像話 原來基隆市中心 因為早年機車停車位不足 許多路段都會在人行道上 劃設機車停車格 允許機車族有條件在人行道上停車 只是如今 這成了行人徒步行走最大的障礙 所以我們的環境要打造一個 友善宜居的地方 我們必須把這些基礎設施 從市中心開始做起 一路的擴散到整個其他的區域 因為我們現在市政府的一路也整理得很不錯 我們就一步一步的讓 不管是從車站出來還是郵輪出來 我們讓觀眾或是讓民眾看到基隆的履歷表 或是名片 就是我們基本的一個步行空間 這是一個很重要 我們會大力來爭取跟推動 長期爭取其有整坪經費的議長同志委 邀請了市府公務處里長 針對人和路周邊行人徒步空間 實際的道場勘查 針對人行道上停滿了機車 變電箱等障礙物 希望市政府未來都能夠 納入計畫改善 靠商家的部分 會有一個整齊線出來 1米2到1米5的整齊線出來 在整齊線到車道的部分 我們就是把路燈 變電箱 中華電信箱 相關的設施 甚至是機車格的停車彎 都集中在那個設施帶上 我想這樣整個環境就會比較好 讓它機車有秩序 人行道上就不會有機車 旗人徒步空間不友善 旗樓不平 市政府正在進行工程改善 包括國門廣場周邊 11路和基隆塔周邊 國外市場和廟口商圈 主要是改善旗樓高低差 讓不論是孕婦 還是身心障礙者 都可以自在通行 那前兩年的部分 我們已經針對我們的 基隆塔周邊的 包括中正路 包括新一到新六路這邊 做了一部分的一個旗樓改善工程 那今年上半年 我們也針對11路12路 來做一個旗樓改善的工程 那最近是在做我們 愛一路愛二路 還有我們的一個 夏一路夏二路周邊的一個 七樓改善的一個整平工程 那接下來 我們會針對火車站 南站的部分 做一個七樓改善的整平 然後在明年年初的時候 我們會針對廟口商圈的部分 來做一個 七樓改善的整平工程 議長同志委強調 將持續的監督市府 將四通心門面 打造成為行人徒步友善環境 才能讓觀光客 願意走到這裡觀光 刺激消費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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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